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说了 在全程热烈 他算是过来人 来 掌声有请他 我们是无私的骨头 肯定见识就已经很爱过 讲到了这一个一次 在路上相逢 没酒加咖啡 我只要喝一杯 想起了过去 又喝了第二杯 明知道爱情想流水 管他去爱谁 我要没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大家好 我叫张五 今年28岁 我来自美丽的黄龙府农安 我的爱情宣言是 全程热烈 全程热恋过来人 完了大脑一变空白 没事 没事 别紧张 爱情宣言是 我的爱情宣言是 全程热恋过来人 我的 你的荣 还没想起来 还没想起来 成熟的我是我最好的选择 是你 是你 是你最好的选择 再来一遍 成熟的我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瞅这小伙有点眼熟 眼熟吗 这个还记得我吧 我是2013年2月3号的黄花大小伙 找黄花大闺女 一起 提张五呢 好像没什么印象 但他一提这黄花大小伙 全都知道 都知道是吧 对 可能大家有点回忆不起来了 等会看短片我们了解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好 来看一下这个小伙 张五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全程小老爷们儿大家好 我是2013年2月3号的男嘉宾 黄花大小伙 还有没有记得我了 我又回来了 你们也想过的 全程好朋友们 我的爱情现在是 我是黄花大小伙 我要找个黄花大观念 回家过日子见 耶 曾经的我没出过对象 没和女生牵过手 但是电视台给了我一次机会 跟女生亲密地接触了一次 如果要拉过手 亲过嘴的话 还算不算黄花了呢 按花呗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立着自己 改变自己 自从我上了节目以后 家里相亲老鼻子了 我就认真地跟女孩打交道 都我主动说话 都我主动喝钱 我再也不是不敢牵手的电汉公了 我不光敢拉手 我还敢当面地对峙 我现在在长春经济开发区 广远会上班 做一部内勤 由院只上13年半 夜时间做业余歌手 农完到松原 这边我都走遍了 出厂费200克钱 这四年变化也太快了 我从白到黑 从瘦到胖了 你说如今麻辣烫 三五千一晚 现在都变成十块了 你说燕泽姐以前那么胖 现在燕泽姐变得那么漂亮 是不是整个容还是化妆化得浓 现在的女嘉宾跟以前的女嘉宾也不一样 以前女嘉宾特别徒劳感 现在女嘉宾真的特别高尚 特别时尚 也特别漂亮了 如今我展了十五万块钱 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够不够滑 这个 这个 第三年的时候参加咱节目 那个时候 你燕泽姐给你是什么形象 给我那形象 哎呀 又胖 又啥 没事 接着说 又胖 又啥 又矮 你就是老多人问我了 燕泽姐 是不是整过容啊 那么漂亮吗 我说燕泽姐 你细看整没整过 燕泽姐抓晃了 妆化得浓啊 你说2013年那场女嘉宾怎么的 用个词 退土了 还是你们时尚 我想问一下那个小伙儿 你从13年到现在 你出了对象没啊 出了 那必须出 那不出的话 出过几个呀 出多了 那你从就是上一个对象分手到现在 等会儿 出多了到底是出几个 可吓死我了 怎么好 我感觉从全身练走了之后 就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敞开了 您是正经八百出的 三个 小伙儿 我想问一下 现在就你认为你自己是 黄花小伙儿 还是二手黄花 签没签过手呢 签过手了 要不咱俩试试 还有这便宜站吗 那你不要试试吧 你看我到底是不是二黄花大妖狐 不错啊张伍有掌机 对我觉得那时候一说牵手 从那个脑瓜皮一直红到脚后根全红了 现在说不行咱俩牵手啊 还主动要牵手了 现在一见小姑娘就跟正常的那些 聊天打散啥都会 能啊 你这四年变化不小啊 对这四年变化相当大 咋变的呢 我反省啊 现在的姑娘啊 不嫌花大妖狐 所以我就改变了自己 对那样子 都会太大了 我被你怎么打开了 谢谢大家